好 没对上我们这个值 Time 这个是Time 对吧 好 然后的话呢 这一个值 这个值的话呢 这个值有没有对上 好 这个值的话呢 Y 走 Y 走的话是这个字段 这个字段是不是我写错了 我复制这个来看一下 这个字段是不是写错了 复制下这个字段 好 然后放到这个地方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 SALES 然后VOLVVOL 这个是VO 对吧 然后这个是VA 所以我们给它换点 好 这个地方写错了 那么就把它换点 这个字段可以随意换 是VA 下面还有吗 还有没有 应该好像还有是吧 这个地方对吧 这个地方也换掉VA 好 对 这个地方可能更改过了 好 是VA 好 保存一下 好 保存一下之后 现在我们再来看有没有出来了 好 看到没有 出来了对吧 好 已经出来了 再刷新一遍 好 这样它就出来了 好 那就出来了 好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18号的130 然后17号的600 然后16号的13 13销售额 好 15号的24 然后14 13 12都没有销售额 都为0 这样是不是就OK了 这样就搞定了 好 这样我们就搞定它了 是不是挺简单的 好 这一块还是有些复杂 大家做也 关键是后端这一块 我们写的 分了好几步了 好 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要拿到前七天的值 然后的话呢 拿七天的值去数据库查 好 查到结果之后的话呢 我们要去前七天去做一个组合 我们防我们防止它的数据库里面没有七天 没有没有足够的七天 只有三天两天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去重去重 好 然后再翻个前端 好 去重去重之后 我们要排系 按照日理表的排系 好 这样我们就翻个前端 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就完成了 这个地方大家自己看一下 好 这样我们就搞定了 搞定之后的话呢 我们后台管理算是彻底完成了 彻底完成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地方有一个loading 这个loading 我们再开启 好 进入页面之后给它开启 等到数据出来之后将它结束 好 然后的话呢看 OK 这样就出来了 好 再有动画的效果 从上往上 从下往上升 这么就计算出了前七天 那今天晚上是 今天是9月18号 今天晚上12点过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变成9月19了 9月19有相似额吧 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往数据库里面添加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就9月19 然后我离 然后第二 到处第二个9月10 就是9月18 然后17 16 15 14 13 好 十二号它就没了 因为我们只起7天了 好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自由起 你可以起前5天的 好 前10天的 好 这个样子都行 或者一个月的都行 一个月的 那一个月的话呢 某种图指定是展示不下 对吧 如果你起一个月的 好 比方说你可以起当月的 本月的9月份的 好 9月份的 然后的话呢 那一个月 那至少也是30天呀 对吧 28天呀 好 31天呀 这个肯定是展示不下的 这个时候应该用折线图 对吧 来表示 每一天的 当月 应该是上个月的 对吧 应该展示上个月 因为像现在9月的份的话呢 我们应该展示上个月 8月份的 对吧 8月份 好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加一些自己的图表了 好 柱状图折线图 是吧 关系图 丙图之类的 好 大家自己可以加 当然我们这个 这是做一个简单的数据分析 好 你复杂一点呢 你复杂一点的数据 好 大数据分析 我们实际上说的大数据分析 它就不是这个 好 比方说我经常用的是阿里云的max compute 好 这个是分析TB级别的数据 好 分析TB级别的数据 像我们这种 我们这个数据库 没有多少数据 一个G都没有 对不对 10兆都没有 10兆都没有 1Gb 1Gb 10兆应该都没有 这点数据 对吧 你分析 你分析个毛线 你分析 好 我们一般真正分析也比较 数据比较多的话 我们是要用到大数据工具来进行分析 比方说大家学过大数据的Hadoop 对吧 好 那种的 然后的话 一个是像我用的就是阿里云的max compute 好像这个 这个进行大数据分析 这个分析的比较多 我们可以分析TB级别的数据 好 10TB 好像这样的 没有TB级别的数据的话 用他的话就大材小用 好 包括我们用他放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那都是大材小用了 好 你根本就用不到他 好 你像淘宝上 你在淘宝上看到那些给你推荐相似的 相似的商品 那都是经过他的 都是阿里云经过他来搞的 好 视频啊 给你推荐相似的视频 好 给你推荐你感兴趣的东西 那都是经过他的处理 处理之后的话呢 好 再进行千人千面的推送 但我们用这个的话呢 用不到 这个 这个跟我们没有跟钱 简单后段没有关系啊 这个啊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只是数据分析啊清洗啊 之类的 好 跟这个没有关系 好 这是让大家了解一点知识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这块后的后的管理 我们全部完成了对吧 没有了 没了 我们搞定了 后的管理搞定 好 代码的话都提供给大家 大家拿过去 直接运行起来就OK了 好 但你接口一定要对上我写的 对不上的话 你就要跟自己来改一下你接口名 好 这就完成了 然后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还有钱 我们要回到小陈西端 回到小陈西端之后的话 我们做些优化 做些优化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部署了 可以部署 部署在线 好 这几课就到这个地方吧 好 好